鱼池香头设五灯地区有栽种六石角的菜瓜 农民大量的使用黑色的塑胶布 不过使用后的农业废弃物如果没有妥善处理 将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 因为过去在我们的农事业的耕作上 其实使用很多塑胶的一个农膜 那这个农膜其实在过去农民它在处置方式上 其实比较不好的方式去处置 常常是私底下去做一个焚烧 但是这样会造成我们空气的污染 或是垃圾的一个产生的状况 其实对环境对我们在地的一个土地非常不友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鱼池香公所及鱼池香农会联手合作 一个协助勤运一个补助勤运费用 解决鱼池香的农业废弃物问题 预定一年回收两次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农膜是可回收性的农膜 那我们在今天我们配合公所 共同去把这个农膜去做一个回收的动作 送到我们南部的回收场 接下来制造成塑胶的黑粒子 可以让这个农膜可以再生再利用 除了对我们土地的友善 更重要的可以帮农民解决他们一些 在垃圾上这些处理的问题 县议员王秋薯表示 农事业废弃物在于此乡是相当头痛的问题之一 因此相当肯定农会与公所的用心 透过同意处理回收的方式 能够避免空气以及环境的污染 我们的这个部分也用清洗的时候 都可以来做一个回收 和我们南部的抗抗 我们的乡亲没有来处理 他们都可以来做一个回收 给我们的乡亲 改革到我们的乡亲 在农民地的产生 可以来收掉 让他们来製造的时候更方便 所以我们的农业汇气物的部分 就可以来做一些改善 主办单位也强调 透过公部门合作 一个协助轻运 一个补助轻运费用 解决于此乡的农业废弃物问题 预定一年回收两次 希望农民可以多多利用 记者邱平毅 于此采访报导